这辈子女生我见的多了 但我从来没见过 像她怎么不要脸 要不 又不是为了还这个人情 我早一圈把她躺上西天了 看见她就恶心 我和容儿在一起的把握 只有不到两成半了 你可帮我想想办法 两成半 告诉你吧 半成都没有 凭什么 凭什么半成都没有 梁王的阿爷是太上皇 周王的阿爷是陛下 你呢 鲁国公啊 光凭身份 梁王和周王 这两个亲王就远胜于你 皇后是不会考虑你和颜子方的 只会在梁王和周王之间选一个 这不公平啊 皇宫不讲公平 只讲尊卑 如果皇后真的是太上皇 王与陛下的颜面于不顾 把傅柔许给你 那鲁国公府 就真的要大祸临头了 要是我当初 没有硬把傅柔召进韩王府 也不会有今天 楚慕 是姐姐对不起你 佩姐 你别叹气啊 你这样好像我连一丝希望都没有了呀 真的是一丝希望都没有了 我不信 我不能眼神睁看着柔儿嫁给别人 楚慕 你不要着急 皇后的威严是不容冒犯的 冲动只会惹祸 傅柔是个好娘子 可你也不能强求啊 天下好娘子很多 你可以再找 我不找 我只要柔儿 你年轻有为 仰慕你的女子多得是 你看那马娘子 她就为了你 天天跑到韩王府来 她还没被你吓跑啊 本来我也以为她会被吓跑 可是人家真的很有毅力 我看她对你的样子啊 对你倒是痴心一片 她是痴心妄想 别提她了 想到她我就犯了 人家为了你 真的很认真地在学里一次秀 还一个字一个字的背书呢 也不知道挨了多少戒齿 姐 这辈子女人我见她多了 但我从来没见过 像她这么不要脸 要不 又不是为了还这个人情 我早一圈把她躺上西天了 看见她就恶心 是不是 真的是 怎么了 你怎么办 海妞 我都听到了 你还有什么解释的吗 我没有什么要跟你解释的 我算是明白了 盛楚慕 我恨你 你真是 你真是 你真是仁兄祖祖算魂了吗 不声不响的 把梁王和周王这两条大鱼 给迷住了 还顺手捞了轩威将军 镇海将军这两条小鱼 四个男人啊 向陛下抢着要他呢 真有手腕啊 不响的 傅思颜 恭喜恭喜啊 飞上之头指日可待了 连你也这么说 我要生气了 原来如此 四男争一女 里头还有两个亲王 你那个心上人怕是输定了 连你也这样想啊 难道皇后会让梁王跟周王失望 对鲁国公府开安 他胜楚慕何德何能 竟然能让皇后为他担如此风险 如果我向皇后求情呢 皇后要平衡皇宫各方势力 你的想法 根本不重要 既然陛下都交由皇后裁决 那我们就等皇后发话 不过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万一惹怒了皇后 不但会害了你 也会害了盛楚慕 那我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如果你是皇后 你会怎么决定 皇后是怎么想的 说是四个人 其实是两个人的事 也是 这座臣子的 哪能和皇族抢呢 尊卑还是要分明的 不过梁王 周王 皇后打算选哪个 西妃怎么看 虽说梁王和周王年纪差不多 但是论起辈分来 梁王可是周王的叔叔 哪有侄子跟叔叔争的呢 再说 这梁王背后 不是还有太上皇的吗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这梁王 圣楚慕 颜子方 皇后不会考虑 就只剩下周王跟梁王 你觉得皇后 会怎么选择 关系着太上皇的颜面 皇后 应该会挑梁王 不 应该会挑周王 为什么 是因为陛下 把这件事 交给了皇后处理 因为陛下 把这件事 梁王仗着太上皇撑腰 屡犯恭敬 这梁王根本没有把陛下 放在眼里 要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这陛下的颜面何在 陛下只是不能不顾笑道 直接驳回太上皇的颜面 这梁王根本没有把陛下放在眼里 这梁王根本没有把陛下放在眼里 要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这陛下的颜面何在 这陛下的颜面何在 这梁王 只是不好开口 所以要见皇后您来 陛下这心里呀 真是疼这个儿子呀 还是皇后最懂陛下 只是要难为皇后 替陛下 挡住太上皇的怒气了 陛下想要成全周王 我就为陛下 受血气吧 切身替周王谢过陛下 皇后是个明白人 她知道该怎么办 你放心吧 周王这孩子知道了呀 指不定多高兴呢 照你这么说 是陛下让皇后出面 将你许给周王 那很好啊 哪里好了 跟着周王 总好过跟着梁王 你若成了周王的儒人 那好日子可就等着你了 你要再这样 咱们换命的交情 就算没有了 哎 好了 好了 哎 跟你说正经的 如果皇后 真将你许给周王 那你也无计可施啊 来 啊 嗯 桂花啊 快去把吴上仪请过来 是 你这样欺辱我 不会有好相差 胜楚沐 我送你的礼物 这辈子都变像妖了 狐狸精 你迷惑了我哥 还敢捣我的乱 你不想活了 你哭了 本娘子 哭着也可以砍人 把礼物还给我 是为圣楚沐准备的 你管不着 马娘子 你 想不想她心里有你啊 我 我大人想了 可她没有良心 连你这么追的 她不但不喜欢我 还是我讨厌 你呀 太不了解男人了 我不了解男人 你了解 你在青楼待过 肯定比我了解 要想让一个男人心里有你 天天追着他 是没有用的 那你说点儿有用的 一 嗯